疫情持續了這麼久 大家對自己健康越來越重視 身邊的朋友更多做運動 產生安多酚, 人都開心點 你有沒有想過跳舞這個運動 出一身大汗 令你開心和強身健體之餘 還可以幫人和推廣節能環保 一舉四得呢? 跳舞?我打開桌球了 跳舞?我播音的 跳舞?我不懂的 不過我都可以試試 喂, 跳舞了 好啊, 但疫情很久沒有跳 過去超過一年 香港的經濟、市民的生活 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很希望為香港注入正能量 今年是中電120周年 我們特別舉辦中電愛跳舞活動 鼓勵大家跳舞、做運動 還可以透過中電全心全電計劃 捐錢給有需要的人士 把跳舞和電融合在一起 又要有不同的人都合跳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這次這隻舞 我們編排了三個版本 給大人、小孩和長姐一起玩 再加入了電和愛心的元素 大家跳的時候不妨留意一下 我好欣賞香港人的拼搏精神 面對疫情仍然可以自強 我好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 大家能夠多笑一些 更有活力 因為疫情, 我們要留在家裡 現在終於有得跳舞了 我們希望可以吸引多些人 愛想跳舞 越多人跳就越開心 透過愛跳舞活動還可以幫人 就像這個過電動作一樣 跳舞幫人 珍惜人 跳舞和打桌球一樣 都是要頭腦手腳協調 我有信心做得好 以前小時候經常被人質疑 女生打桌球 所以我就想挑戰自己 因為我覺得只要努力 不可能也變成可能 所以這次也一樣 跳舞雖然不是我拿手的運動 但我也想挑戰一下 我覺得原來挺好玩 大家快來跟我一起參加愛跳舞活動 挑戰自己為香港主入精能 我最初不明白 電力跟跳舞有甚麼關係 原來就像這個健身單車 可以幫手機餐延一樣 加點裝置 就可以將跳舞產生的動能 變成電 參加這次愛跳舞活動 最主要希望朋友可以多動一點 還有我們的孫子 我們要做的榜樣以身作質 是透過跳舞去幫人 又可以學到節能坑電 大家早上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選擇我們這首舞來跳 開心又有儀式 多好 我們準備了一連串的活動 一班中電的義工 還會連同專業導師走入社區 和廣大的市民一起去跳舞 中電工程師還特別研發跳舞煎 讓大家體驗一下 跳舞、發電有多難 希望大家珍惜用電 跳舞和發電 哪有容易 當然是跳舞容易很多 無論你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懂得跳舞? 就一起跳 一起玩 一起穿運動 一起幫人 一起參加愛跳舞 We love dance We love dance